果然是摩恩蕾斯 他曾经是沈志的教官 神经带进来的人 都是摩恩蕾斯的卫队 这就全部内容 他只知道这么多 摩恩蕾斯 绝对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对抗元帅 他背后一定还有人 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齐纳 给我安排一艘去首都的飞船 不要留下记录 要最快的 要不要向元帅汇报一下 不必的 我可不仅是个怪兴 自动控制系统失灵了 必须切换成手动操作 应该立刻击落所有摄氏飞船 飞机上几百超人 我看你门帅怎么办 以目前的高度和速度 飞船会在到达机场前 坠入大海 听我信号 打水飘 坐稳了 准备破枪 对于此次的恐怖袭击 必定是我们当中 有银银帝国的狗啊 入 bull 长官 长官你好 我叫李立军 你好 我是少尉堂龙 ização 龙哥 刚才真是多谢你了 你那几招真帅 小意思 别对长官无礼 长官 谢谢你 不用一直叫长官 叫我唐龙就好了 长官 这边坐 刚才那个上士 为什么不让你们报名 长官 这事还是别问比较好 怎么了 龙哥 我们来四五连 就是为了参加自走炮剑的选拔 结果那个叫沈进的 带了一批人拦住我们 不让我们报名 自走炮剑是什么剑队 在哪里报名啊 自走炮剑是元帅奥姆斯特 组建的一支全新剑队 但我们估计没法去报名了 为什么 好机会 当然是很多人都抢着去了 四五连的名额 恐怕已经被内定了 我们这些没背景 没资历的新兵 还是等下一次吧 怎么能这样 龙哥 你是不知道 刘四号在学院里 可是参谋兵里成绩最好的 到头来 只能跟我一样 被派去扫地 军人要凭实力说话 等到了基地 你们就跟我去报名 有什么问题 我来负责 真的吗 等我当了舰长 你就来当我的参谋吧 是 那我呢龙哥 我是格斗兵 还上场火炮 你妈 那我还想想啊 大家好 你们也是四五连的新兵吗 欢迎来到四五连 这只是个开胃菜 大餐还在后面 将军 属下已经调查过了 齐纳是丽娜莎的副官 他们都是古奥将军 一手提拔的 而古奥是奥姆斯特元帅的心腹 这次齐纳来连队监督选拔 会不会 元帅察觉了我们的计划 发现了又怎么样 元帅也对军队的控制 越来越弱 没有证据 就算古奥亲自来了 又能怎样 自走炮剑的指挥官 一定要是我的人 不容有失 请您放心 您的人 已经换成了连队新兵的身份 万无一失 晒血只是走个过场 不要出任何差错 将军的人都接到了吗 人是接到了 可是遇到了一个麻烦 哥 这次新兵里 竟然有一个少尉叫唐龙 我看这小子可能会坏事啊 你先带将军的人去报名 我都安排好了 有了他们的辅佐 你一定能成为 新兵队的指挥官 至于那个唐龙 给他点教训就行了 好 就等跟你这句话了 你们的神兵员 你们的身份已经替换成这一批新入伍的士兵 大家记住军人卡上的信息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报名处在那儿 你好 我们来报名 名额已经满了 通知里没有提到名额限制 去问各自分管军官 别问我 这 我是少尉堂龙 请你解释一下为何有名额限制 报告长官 我也是奉命行事 奉命 谁的命令 我的 我奉连长命令 负责审查士兵报名的资格 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都快滚吧 上市审禁 谁行谁不行 不是你说了算 别看你是个少尉 在四五连你只是个星兵鸡崽 告诉你 连长就是我哥哥 你得罪我还想在四五连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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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今天非给你点教训 有事 住手 这是训练基地的考官齐纳 军队私斗的后果 都不知道吗 报告长官 我是四五连负责自作炮剑训练报名相关的上市审禁 是这名唐龙少尉无视军令引起骚乱 你有没有事你不让我们报名 所以少尉才 让你说话了吗 刚才的过程我都看见了 这次筛选的目的是选拔对联邦有用的人才 不是某些人谋私的工具 三天后在基地进行战机竞速筛选 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去训练基地 想拼的来我这里报名 那就是说限制解除了 我们都可以报名了 四五连的内部选拔的确有猫腻 不过有个新兵倒是可以利用 他叫唐龙 哥 唐龙一个新兵敢这么跟我作对 没准是元帅俺插进来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通知唐龙去内务部报道 军区有一批物资到了 得有人去仓库忙活了 哼哼 这 这是什么 这是能量电池 战机的能源核心 需要尽快转移到仓库 连长说了 限期三天万丈 这 就算我们日夜不停地搬 一周也搬不完啊 两天后就是筛选赛了 我们都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 这是上头的命令 我也没办法 想参赛 可以 搬完了就可以去 等一下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 只要搬完就可以参赛是吗 当然 好 一言为定 那就辛苦唐龙少尉了 对了 忘了提醒你 这些能量电池 一贯就可以把四五连移为平地 搬运的时候可要小心呢 这分明是故意整我们 凭我们三个人溜双手 怎么办得完 谁说我们要用手 用运输机不就行了 仓库的通道这么狭窄 运输机怎么能飞得进去啊 帮我调出仓库的图纸 通往仓库需要进入大厅 这个不难 但是接下来的通道 只有二十米块 而运输机的驿转是九点五米 只有半米的误差 这太难了 半米 应该问题不大 龙哥交给我了 把安心比赛 干掉沈尽那个混蛋 放了 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飞得进去 看我的 小心 放心吧 没问题 自寻的 不 大 啊 领导 我先启动速冻驾驶 不 在哪儿启动 我不会啊 让开 快让开 轻轻之后了 快 快让开 把他们给我挂起来 别动 不去动 对不起 龙哥 是我冲动连累你了 还有两天就是选拔赛了 我们不可能参赛了 那可不一定 四五连的士兵 我是这次的考官齐纳 这次比赛的内容是战机竞速 全程分为三个部分 沙漠区 峡谷区和山洞区 你们需要完成三次全程 最先通过终点的可以直接入选 前八名进入待定 等待全军区的选拔 祝你们成功 比赛开始 联邦万岁 沈日连长 唐龙 李立军 刘思浩这三人呢 怎么缺席了 这三人也为违反军规被关禁闭了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 齐纳上尉 我不需要事事都向你禀报吗 事出意外 没来得及通知你 我看 我们还是不要耽误比赛了 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除了三架弃拳的战机 所有十一架战机冲向赛场 每一个赛段需要通过所有的检测点 错过一个就会失去比赛此刻 所有战机在抢占游离位置 一号战机一马当先 九号战机试图超越 但是前方三号战机挡住它的超越路线 失败了 九号战机快速竞争 神日连长 你的安排有些出阁 比赛中总要有意外 放心 我们四五连的将士没那么弱 七号战机突破了重处包围 组到了前面 与一号战机定驾进去 现在进入第二赛段 峡谷区 这里不但地势狭窄 驾驶的高 五辆续除人机的袭击 一号战机 一号战机旗鼓伤当 互相让 可惜啊 七号战机没能走过五辆续提提 破绽 找死 现在一号战机遥遥领先 一号战机率先进入第三赛段 洞穴区 这里不碍事林立 如何高速通过是关键 一号战机顺利通过洞穴 首先完成了第一次的比赛 沈进上市遥遥领先 看来胜负没有悬念了 这全靠沈日连长的精心布局 十二号战机突然插入资赛 怎么回事 你不得是怎么出来的 想把我踢掉休想 十二号战机驾驶几个新战 相信 如果不是网出发 那一定是一号战机 想有你的挑战者 这小子真快 跟我拦下来 干掉他 四五六号战机竟然慢了下来 十二号战机 使用接近了他们 还能够突破三架战机吗 就这也想拦住我们 到没了 天呐 四五六号战机全部坠毁 退出竞赛 十二号战机直追第一集团 如果能在十三栋前超越他们 也就是会追上这一次的差距 快给我雷进来 神进已经进入最后一拳了 这才是唐龙的第二拳 他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追上一圈的差距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十二号战机 十二号战机 硬然加快的速度 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 但是他的速度 比较快了起码两倍 一是这么快的速度 引擎是否能承受 十二号战机 既然在一号战机最后一圈 只是那三分之二十就抹平了一圈的差距 并超越了他 三分之二十就抹平了一圈的差距 并超越了他 三分之二十是要逆袭啊 可是这么快的速度 引擎肯定承受不了啊 戏台超战 一号引擎组部长 二号引擎组部长 十二号战机突然慢了下来 他的两个引擎 承受不了高强度的输出 已经停机了 一号战机趁机追了上来 比赛结果又有了悬念 坚持住 坚持住 结束 一号战机一线一号同时冲进了山洞 这么谁能率先出来 让你瞧瞧这个 这小子跑哪去了 结束吧 混蛋 一号战机坠毁 十二号战机率先处出山洞 直奔终点 等等 他最后引擎也崩溃了 难道十二号战机 是在最后的攻击最晚被淘汰出局 一号战机 十二号战机在最后关头利用弹射座椅到达的终点 太有此自立了 前日连长 航龙我就带走了 好 自动控制系统失灵了 必须切换成手动操作 应该立刻击落所有摄氏飞船 飞机上几百条人 我看你们帅怎么办 以目前的高度和速度 飞船会在到达机场前 坠入大海 听我信号 来打水飘 坐稳了 准备破枪 对于此次的恐怖袭击 必定是我们当中有银银帝国的狗啊 来 长官 长官你好 我叫李立军 你好 我是少尉唐龙 龙哥 刚才真是多谢你了 你那几招真帅 小意思 别对长官无礼 长官 谢谢你 不用一直叫长官 叫我唐龙就好了 长官 这边坐 刚才那个上士 为什么不让你们报名啊 长官 这事还是别问比较好 怎么了 龙哥 我们来四五连就是为了参加 自走炮舰的选拔 结果那个叫沈进的 带了一批人拦住我们 不让我们报名 自走炮舰是什么舰队 在哪里报名啊 自走炮舰是元帅奥姆斯特 组建的一支全新舰队 但我们 估计没法去报名了 为什么 好机会 当然是很多人都抢着去了 四五连的名额 恐怕已经被内定了 我们这些没背景 没资历的新兵 还是等下一次吧 怎么能这样 龙哥 你是不知道 刘四号在学院里 可是参谋兵里成绩最好的 到头来 只能跟我一样 被派去扫地 军人要凭实力说话 等到了基地 你们就跟我去报名 有什么问题 我来负责 真的吗 等我当了舰长 你就来当我的参谋吧 是 那我呢龙哥 我是格斗兵 还上场火炮 你嘛 我想想啊 大家好 你们也是四五连的新兵吗 欢迎来到四五连 这只是个开胃菜 大餐还在后面 好 将军 属下已经调查过了 齐纳是丽娜莎的副官 他们都是古奥将军 一手提拔的 而古奥 是奥姆斯特元帅的心腹 这次齐纳来联队监督选拔 会不会 元帅察觉了我们的计划 哼 发现了又怎么样 元帅也对军队的控制 越来越弱 没有证据 就算古奥亲自来了 又能怎样 自走炮剑的指挥官 一定要是我的人 不容有失 请您放心 您的人 已经换成了 连队新兵的身份 万无一失 晒血只是走个过程 嗯 不要出任何差错 是 将军的人都接到了吗 人是接到了 可是遇到了一个麻烦 哥 这次新兵里 竟然有一个少尉叫唐龙 我看这小子可能会坏事啊 你先带将军的人去报名 我都安排好了 有了他们的辅佐 你一定能成为新舰队的指挥官 至于那个唐龙 给他点儿教训就行了 好 就等跟你这句话了 你们的身份已经替换成这一批新入伍的士兵 大家记住军人卡上的信息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报名处在那儿 你好 我们来报名 名额已经满了 通知里没有提到名额限制 去问各自分管军官 别问我 这 我是少尉唐龙 请你解释一下 为何有名额限制 报告长官 我也是奉命行使 奉命 谁的命令 我的 我奉连长命令 负责审查士兵报名的资格 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都快滚吧 上市审禁 谁行谁不行 不是你说了算 别看你是个少尉 在四五连你只是个新兵鸡杂儿 告诉你 连长就是我哥哥 你得罪我还想在四五连婚 你 臭小子 今天非给你点儿救心 有事 住手 这是训练基地的考官齐纳 军队私斗的后果 都不知道吗 报告长官 我是四五连 负责自走炮剑 训练报名相关的上市审禁 是这名唐龙少尉 无视军令 引起骚乱 有没有是你不让我们报名 所以少尉才 让你说话了吗 刚才的过程 我都看见了 这次筛选的目的 是选拔对联邦有用的人才 不是某些人谋私的工具 三天后 在基地进行战机竞速筛选 通过的人 才有资格去训练基地 想拼的来我这里报名 那就是说限制解除了 我们都可以报名了 四五连的内部选拔的确有猫腻 不过有个新兵倒是可以利用 他叫唐龙 哥 唐龙一个新兵 敢这么跟我作对 没穿 是元帅安插进来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通知唐龙去内务部报道 军区有一批物资到了 得有人去仓库忙活了 这 这是什么 这是能量电池 战机的能源核心 需要尽快转移到仓库 连长说了 限期三天万丈 这 就算我们日夜不停地搬 一周也搬不完啊 两天后就是筛选赛了 我们都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 这是上头的命令 我也没办法 想参赛 可以 搬完了就可以去 等一下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 只要搬完就可以参赛是吗 当然 好 一言为定 那就辛苦唐龙少尉了 对了 忘了提醒你 这些能量电池 一贯就可以把四五连移为平地 搬运的时候可要小心哪 这分明是故意整我们 凭我们三个人六双手 怎么办得完 谁说我们要用手 用运输机不就行了 仓库的通道这么狭窄 运输机怎么能飞得进去啊 帮我调出仓库的图纸 通往仓库需要进入大厅 这个不难 但是接下来的通道只有二十米快 而运输机的驿展是九点五米 只有半米的误差 这太难了 半米 应该问题不大 龙哥交给我了 把安心比赛 干掉沈金那个混蛋 放了 没有我你怎么可能飞得进去 嘿嘿 看我的 小心 你放心吧 没问题 霓虹 先启动自动驾驶 在哪启动 我不会啊 快让开 你 快了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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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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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给我挂起来 别动 不许动 对不起 龙哥 是我冲动连累你了 还有两天就是选拔赛了 我们不可能参赛了 那可不一定 四五连的士兵 我是这次的考官齐纳 这次比赛的内容是战机竞速 全城分为三个部分 沙漠区 峡谷区和山洞区 你们需要完成三次全城 最先通过终点的可以直接入选 前八名进入待定 等待全军区的选拔 祝你们成功 比赛开始 联邦万岁 沈日连长 唐龙 李立军 刘思浩这三人呢 怎么缺席了 这三人也为违反军规 被关禁闭了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 齐纳尚尚尉 我不需要事事都向你禀报吗 事出意外 没来得及通知你 我看 我们还是不要耽误比赛了 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除了三架弃权的战机 所有十一架战机重向赛场 每一个赛段需要通过所有的检测点 错过一个就会失去比赛资格 所有战机在抢占游离位置 一号战机一马当先 九号战机试图超越 但是前方三号战机挡住它的超越路线 失败了 九号战机快速竞争 沈日连长 你的安排有些出格 比赛中总要有意外 放心 我们四五连的将士没那么弱 七号战机突破了重处包围 走到了前面 与一号战机定驾进去 现在进入第二赛段峡谷区 这里不但地势狭窄 驾驶难度高 两个无人机的袭击 七号战机 七号战机起鼓伤当 互相让 可惜啊 七号战机没能走过五日前提提 破绽 找死 现在一号战机遥遥领先 一号战机率先进入第三赛段 洞穴区 这里不碍事连力 如何高速通过是关键 一号战机顺利通过洞穴 首先完成了第一次的比赛 沈进上市遥遥领先 看来胜负没有悬念了 这全靠沈日连长的精心布局 十二号战机突然加入独赛 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出来的 想把我踢掉休想 十二号战机驾驶几号新战 相信如果不是网之罚 但一定是一号战机 想有力的挑战者 这小子真快 给我拦下来 干掉他 四五六号战机竟然慢了下来 十二号战机四五级接近了他们 还能够突破三架战机吗 就这也想拦住我吗 等没了 天呐 四五六号战机全部坠毁 退出竞赛 十二号战机直追第一集团 如果能在十三洞前超越他们 也只能追上这一次的差距 快给我雷进来 神经已经进入最后一拳了 这才是唐龙的第二拳 他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追上一圈的差距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十二号战机令人加快的速度 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 但是他的速度比较快了起码两倍 是这么快的速度 隐情是否能承受 十二号战机 既然在一号战机最后一圈 只能到三分之二十 就抹平了一圈的差距 并超越了他 仨人是要逆袭啊 是这么快的速度 隐情肯定承受不了啊 细太超战 一号战机五步转 二号战机五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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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号战机突然慢了下来 他的两个战机 承受不了高强度的输出 已经停机了 一号战机趁机追了上来 比赛结果又有了悬念 坚持住坚持住 结束 一号战机一前一号 同时踏进了山洞 这么谁能率先出来 让你瞧瞧这个 这小子跑哪去了 结束吧 混蛋 一号战机坠回 十二号战机率先冲出山洞 十分重点 等等 他最后引擎也崩溃了 承住 难道十二号战机 是在最后的公司 最晚被淘汰出局 别近 十二号战机在最后关头 利用台上座椅 到达的终结 太有此自力了 谁是连长 狠龙我就带走了